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特别以线上视讯的方式 和高松市市长大西秀仁进行交流 并且护赠礼物 大西市长透露 明年1月台北和高松的直飞班机 渴望复航 希望能够尽快安排再次造访基隆市 而下个月底即将卸任的市长林又昌也承诺 会早寻适当时机回访高松市 希望两市之间的交流互动 能够更加紧密的延续下去 日本高松市市长大西秀仁 将当地特产透过视讯方式 隔空赠送给基隆市长林又昌 形成一幅温馨的画面 庆祝基隆高松两市地结友好城市五周年 两市首长以线上模式进行交流并护赠礼物 高松市长大西秀仁特别感谢基隆在疫情期间 两度送医疗口罩的情谊 及基隆市长林又昌在推动两市交流互动所做的努力 也表示因为疫情缘故无法前来参加 今年基隆城市博览会感到遗憾 不过非常佩服在疫情期间 基隆城市博览会 仍创造超过百万人参观的记录 大西市长透露 明年1月台北直飞高松的航线渴望复航 希望到时候能有机会再到基隆参访 今天能够通过市庆会议和林市长 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互 无法到身份通心 今后我们将灵活运入 在这疫情期间所诞生的新的 现象的交流方式 继续推进两世间的交流 此外刚才林市长也有说 明年1月份的大概1月末左右 高松和台北的直达航班将重新开工 在疫情可以控制恢复自由往来时 我期待能够访问卫视 也非常欢迎卫视的各位来我市进行访问 金融市长林又昌也回应表示 邮轮船班预计最快明年3月复航 两地间的观光旅游也将进去正常 虽然自己即将在12月底卸任 不过人会安排适当时机回访高松市 未来不管在任何工作岗位上 都会为两世的交流跟情谊继续努力 基隆因为是邮轮的母港 现在目前掌握到的资讯 邮轮的航班应该在明年的3月份左右 也会恢复 所以我想正常的一个观光跟生活交流 在明年应该可以来展开 那当然市长在下个月要卸任 不过我也特别跟大西市长说 未来不管我在任何的一个工作的岗位上面 或者是任何的一个身份 都会继续为基隆市跟高松市 两市的一个交流跟情谊来继续努力 牛昌也以基隆市新一国小跟高松 闲达小学2019年即建立盟效为例 疫情期间 两校仍不时透过线上视讯进行交流 未来国门开放之后 两市间将会有更多实体交流展开 记者张其辰基隆报道 接下来是充满爱心的温馨活动 首先在国门广场 基隆家福中心举办岁末暖馨会爱心罗活动 吸引许多爱心人士共同参加 来帮助家福中心的抚养个案家庭 谢谢 画面上是基隆的国门广场 满满的人潮都是为了基隆家福中心的岁末暖馨会 爱心罗活动 许多爱心满满的社团跟企业纷纷上台 来敲响爱心罗 募集福佑基金帮助家福各安 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基隆市长林又昌率领的市政府社会处长吴挺峰 到场共襄盛举 一响 两响 三响 四响 五响 谢谢 等一下 刚才是代表市政府参 刚刚我有问我们吴处长说我可以敲几下 吴处长说至少要五下 那我刚刚已经讲了我们希望能够去支持家福中心也达成今天的目标 所以市长再加五响 好 掌声 掌声 十五七八九十四 谢谢 谢谢我们林市长 感恩 十五七八九十 十九十 十 谢谢 谢谢万年顾问团总共二十强的爱心罗 那个超过一百个 一起来加入我们那位年顾问团的伙伴 我们今年刚好第十年了 我们今年刚好第十年了 我们团长跟玄康丽一直要支持 包括他说以后他的子女第二代第三代 要一直支持家福的善心活动 因为我本身我自己也是家福中心照顾过的孩子 所以呢取自于社会用自于社会 然后呢趁着这个我们家福的这个平台 我成立的这个万年顾问团 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团 今天真的非常开心 来参加加加福的圣母丝花的活动 那在现场看到非常多各界的爱心 不断的涌入 那我们自己也尽了一点微波之力 希望抛专业 另外一个爱心现场呢 是基优的志工表握大会 由市长林酪亲自来表揚这些爱心志工 市长表示基优现在有 一万三千多名的志工 276个志工单位 每天在不同的位置上奉献心力 来提供市民优质的服务 为了感谢他们长期的 无私付出关海社会 特别来进行颁奖表扬 这么多年来 这些志工的一个伙伴 为我们金融市政府的团队 还有包括我们市民朋友 奉献非常的多 那我们今年还特别增加了 这个基优家庭的一个志工奖项 那就是它必须符合 这个一个家庭里面 有两位在当志工 那他们服务的年数 这个还有时间都非常的长 甚至有达到两万个一个小时 那我想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今天呢 特别针对我们全国全市 还有团体跟个人来进行表扬 我觉得这是我们金融市 很重要的一股力量 那当然市长也希望 这样子的一个力量能够扩散 然后让金融市变得更加美好 也能够更加的一个进步 市长特别感谢他们长期的无私付出 光海社会 善尽公民的遗物 让金融这个城市变得更加温暖友爱 记者黄日生 金融报道 正宾渔港地方交流愿景收集站进行开幕仪式 金融市长林又昌相当重视 二次确诊后的第一站就是来参加这个仪式 他期许这个愿景站能够成为正宾渔港营造的重要据点 这个愿景站开幕仪式简单隆重 除了金融市长林又昌 独发出掌曲艳新 重要的社区营造产观学代表 以及文史人士都齐聚一堂 共同来为这个愿景收集站的启用祝福 非常多在地的声音的一个参与 才有办法真的把这些事情一步一步把它推进 从来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也不是一处可及 更重要的这个过程需要大家的帮忙 因为需要各位跟更多的民众来做沟通 来做互动 来做说明 来做参与 这个才有办法让这整个地区未来 如果万一碰到困难的时候 如果万一碰到困难的时候 大家可以一起来突破跟努力 这个就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的动能 跟新的社会的力量 而不是单单靠市长的一个指示 或者是市政府的一个规划的一个想法而已 看到近期这些绿色的点 其实一一还有一些绿色点可以慢慢起来 这大概是这八年市府在做的一些看到的建设 可是看不到 其实背后看不到有这个渔港的计划 也有看不到的后面还有一个都市计划 这些东西是这下一步我们必须被调整的 那每栋房子要怎么盖 每栋房子要怎么使用 它跟邻居要怎么样去互动的事情 就在这个愿景馆我们希望慢慢收集大家资料 然后进入我们下一阶段在都计划跟建筑管理里面的一些依据 很多人都问我说 你们这边有什么文史这么棒 可是哪里可以看到它的简介 或是有那个书是给他们了解一下 人家以前说南安平北社寮 你看安平都人家一进去就知道人家古迹在哪里 那我们社寮岛 你要找一个要看它的那个都没有 对不对 所以这个馆是真的很棒 是给一个游客 游客来就不是只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你先来看这个馆 知道哪个地方像诸生教堂 还有什么ABC我们和平岛的一些的古迹在哪里 在哪里它就叛成了一日游 还有我们和平岛又有那个 很棒的一些的地质公园 对不对 还有古迹就人文 还有我们产业 所以我们这个岛上 叛成人文地产景都有了 然后来这边的话 当然你就看了之后 还有附近还有很多 那个有名的小时 比如说Tikua 他当场见靠 或是到河边岛里面也有一些那种江户的那种小时 甚至江户小时附近还有说那个海洋民族的庙 比如说王传的瑟琳庙 或是拜妈祖的妈祖庙 这都是参观 甚至我们这边还有那个天泽宫的那个观光庙 这个东西就是让你可以花一段时间在这边好好体会 因为除了这些看了警户的话 他后面有超多的人 因为他港口来自各地的地方 包括早前400多年的欧洲人 然后最近200多年的东方的这边的人都在这边 经过产观巡的努力 正密渔港周围已经成为基隆人文观光的亮点 未来需要地方更加努力 让正密渔港狼带成为北台湾文化最有特色的园区 带给地方更多商机跟幸福感 记者黄日升基隆报道 基隆和平岛诸盛教堂考古遗迹开挖成果丰硕 为了加强保护遗迹 并且提供参观民众更好的体验 基隆市文化局方面争取到中央补助经费 将进行解说中心工程 因此宣布考古遗迹暂停开放参观 改采每个月限量场次的线上团体预约模式 提醒民众不要白跑一趟 1626年新建了西班牙诸圣教堂 一构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这里是和平岛诸圣教堂考古遗址 从2022城市博览会活动起开放民众参观 而为了更具体保护遗址样貌 同时让参观民众可以更方便了解在地历史与考古知识 基隆市文化局获得文化部核定 将进行解说中心工程 因此10月中旬开始暂停开放参观 该以线上团体预约 每个月限定场次的方式进行导览 为了提供大家一个更好的一个考古遗址的参观的动线 我们即将在和平岛的考古遗址办理展示中心的工程 那为了办理展示的工程必须先进行视觉的工作 所以10月17号开始我们就暂停自由参观的部分 不过为了维护大家对于考古遗址的想象 以及对这里的文化进一步的探觉 我们每个月还是会有固定的导览团 那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上网去预约 那一个月限定有四个团体 那为了不要让考古遗址的负荷更大的话 希望大家能够共同来爱护这块基地 期待两年后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示中心 至于未来的展示解说中心 除了将作为考古教育基地 也将成为和平岛的文化观光地标 考古展示中心除了保护考古的坑 不要再继续崩落以外 我们未来也会设置有教育跟导览的功能 希望可以提供大家一个遮蔽风雨 然后又可以看到限定一个考古限定的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示的中心 所以它未来是会有一个清醒的量体 在那个考古坑上面 那可以方便大家更亲近而我们身边的考古遗址 金融市文化局方面表示 解说中心目前正在进行视觉工作 等正式动工后将完全禁止开放参观 预计2023年新建 2025年完工 记者张旗滩金融报导 基隆Light Store 打造基隆四大就业基地 串起北北基河谷狼带 基隆市长候选人 1号谢国良 一定实现 从双北的1月80 扩增到基北北淘 首都圈生活月票 不论是捷运 客运 公车 台铁 跨运距更方便 价格更便宜 透过一二零零的一个专案 提升公共运输达成量 肯定林佑昌 票投蔡思英 科技帮我维持健康 科技帮我放松身心 科技还能帮我及时缴纳地价税 让生活更游刃有余 现在只要下载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APP 扫描 缴款数QR Code 就能快速完成缴纳 另外 还有这些管道可以选择 111年地价税开征咯 管道多元 Don't worry 一划缴纳 Be Happy 基隆Light Store 打造基隆四大就业基地 串起北北基河谷狼带 基隆市长候选人 1号谢国良 一定实现 从双北的1月80 扩增到基北北桃 首都圈生活月票 无论是捷运 客运 公车 台铁 跨运距更方便 价格更便宜 透过1200的一个专案 提升公共运输达成量 肯定林佑昌 票投蔡思英 我是童子伟 四年来我推动改造市中心地下道 改善庙口自来水管 振兴委托行商圈 让年轻人留下来 基隆要持续进步 请坚定支持 唯一支持 认真做事的童子伟 我是郑文婷 我推行爱新冰箱 还有免费法律咨询服务 郑文婷有一个会让我愿意站上台 而且用力地推荐她的原因是因为 她有正义感 仁爱区郝议员 郑文婷 恳请支持 坚定信念 深耕基持 我是七赌七市议员候选人 五号张耿辉 耿辉无党无派无包 二十多年来 顶持专业专职问证的精神 一步一脚立 为您争取各项建设以福利 十月二十六日张耿辉需要你集中钱票 全力支持 您的每一票是五号张耿辉继续迈进的最大动力 从双北的一月八零 扩增到基北北桃 首都圈生活月票 无论是捷运 客运 公车 台铁 跨运距更方便 价格更便宜 透过一二零零的一个专案 提升公共运输达成量 肯定您用的仓票投蔡思逸 基隆Let's Talk 打造基隆四大就业基地 串起北北基河谷狼带 基隆市长候选人 一号谢国良 一定实现 从市议员转战市长的二号时代力量候选人陈维仲 带着对市政愿景的全盘规划 要和大家一起在基隆好好生活 更要以实际行动守护珍贵的海洋 每天三小时通勤 要成家去难买房 月薪不到三万元 这些上班族的种种辛苦及压力 是32岁陈维正的亲身经历 我跟大家一样是一个资深的通勤族 我有超过十年跨县市通勤的经验 每天其实都要花超过三小时 但往返双北 那从15岁开始 就是每天过了这样的日子 我一直都认为是说 基隆人不应该是一直被鼓励离开的命运 所以2015年的时候就回到基隆 那开始透过深度的市政的研究 然后来发行我们自己的在地的杂志 希望跟大家一起来关心这个城市的大小事 那甚至是这个城市的历史脉络 它怎么走来今天 我们做完整的盘点 我们才更能知道我们要怎么走向未来 三年前进入市议会后 透过质询进行交通和市工车改革 要落实人本交通 尽力保护海洋生态 要让类足于海洋城市的基容 能保有丰富的海洋资源 另外也提案劳动安全 公共托育设施等部件 还争取居住正义 我的路径不是把城市当作个人政绩的舞台 我是希望在日常生活里面 投入我们更多的市政中心跟资源 来加强基础建设 尽管在议会上不断力争 却因市府资源投资不平均 导致改变难以实现 因此决定参选 基隆已经来到一个政治转型的时机点 而我们也要透过 真的把市政的重心放在市民关心的议题上 和市民一起来共建一个 每一个人能够好好生活的基隆 那我这次参选其实面临到很多很多的质疑 有很多的人会问说 你为什么不选择一条比较安全的路 就是在连任议员 也有人会质疑说 你这么年轻你懂什么 甚至也有人说 你只做四年议员 你不可能会是个好市长 可是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 一个市长最重要的特质 不是他做过什么职位 也不是他的年纪 他的重点是 能够带领这个城市 有一个崭新的愿景 同时他视野的开阔性 能够带领这个城市前进 尽管众人不看好 但他也要尽力一搏 他想和大家一起 在基隆好好生活 我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城市愿景 就是要让青壮年 能够在我们这座城市安居 留住青壮年才有活力 跟我们能够向前迈进的动力 而同时我们也要支持 长照以及社区 让长辈们可以在地安劳 更多的公共化的支持上 让下一代能够安心的在地成长 我们面对的是 国际是不断的 在走向智慧城市的趋势 所以作为一个青年世代 我们手中握有的 素贵治理跟创新的能力 我们真的能够来 跟大家一起共创一个 可以安居乐业 好好生活的基隆 带着对市政愿景的全盘规划 带着对每一位市民的生活了解 为众参选基隆市长 要和大家一起 打造山海共好的宜居港都 一起幸福生活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年底选举进入最后关头 相较于蓝绿两大阵营市长候选人 邀请大咖站台 或是陪同车队扫街败票 五号五党级基隆市长候选人黄西贤 依旧依照自己的选战步调 请走基层在各市场败票 参加各公庙活动 以及里长们竞选总部成立活动 持续听取基层声音 要打破蓝绿高墙 呼吁选民市长票投真正基层出声 关心基层百姓生活的黄西贤 用跑的赶场参加各里里长 竞选总部成立活动 以及请跑各大小市场 也紧握每一双市民的手 用温暖和成立败票 年底选举进入最后关头 相较于蓝绿两大阵营市长候选人 邀请大咖站台 或是陪同车队扫街败票 五号五党级基隆市长候选人黄西贤 依旧依照自己的选战步调 请走基层 在各市场以及参加各公庙活动和里长们 竞选总部成立活动时 诚恳败票 持续听取基层声音 我非常感受到民众的温度 我想这个才是我们人民 互相之间的一个信任的由来 才相信我们能够为基隆做事 两只脚走出去 这才是我们要的 把大咖找来 站在车子上挥手 我觉得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非常地唾弃这样的行为 所以在这种状态下 我还是会坚持我两只脚 行走我们基隆各地各区的这种做法 跟每个选民尽量地握到手 感受到我的真诚 我的热忱 这样子的人 才有办法为基隆的未来 真正做贡献 努力愿意去做 黄熙贤认为 直接感受了解基层百姓的生活 以及需求 远比请所谓大咖站台 或是呼啸而去的车队败票更重要 呼吁选民一起打破蓝绿高墙 市长票投真正基层甘苦人出心 五号黄熙贤 在这种观念下 会组成蓝绿之间的一道高墙 跟民众之间的隔阂 民众要看的是一个踏踏实实 两只脚落地 在基隆各区去行走 知道哪边路不平 灯不亮 水沟不通 知道哪些群众他们需要什么 民众需要什么 公车站的问题太多了 基隆有将近四成的民众未表态 为什么 因为在这种状态下 是因为他们看不到 蓝绿两党所带给他们的 未来的希望 除了互喷口水 互泼脏水以外 他们对于基隆的建设 过去 现在 甚至未来 没有得到人民的肯定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 我们除了继续行走基隆 在未来的十几天里面 我们一样让选民知道 我们是最认真 最打拼的 我们跟民众一起 推倒蓝绿的高墙 让这一个好的苹果出现 让这个好的人选 得到人民心中的肯定 为基隆的未来 我们一起打拼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九合一选举快要到了 为了进化选前治安 警察局配合警政署执行 全国扫黑专案 新市警察大队 日前跨县市到新竹县 查获意图栽种大麻 以及具有杀伤力改造手枪一把 和子弹11颗 展现打击枪毒的执法决心 退弹夹解释弹堂里面 基隆警察局桌上 摆满大批的改造工具 改造手枪一把 子弹11发 全都是庄姓男子所持有 九合一选举前 警政署执行全国大扫黑 警察局新大政二队 前往新竹县 查契23岁庄姓男子 涉嫌涌枪自重 警方还在住处 意外查获 他涉嫌种植大麻猪 那为了进化选前治安 防治帮派以暴力介入选举 那基隆市警察局 刑警大队 真二队 真三队 共同侦办 那在10月24日 跨辖到新竹县 那查获 装姓男子 违法 栽种大麻案 那并且当场 查获 持有 具杀伤力改造手枪一把 还有子弹11颗 那另外还有大麻种子 等相关 栽种大麻的物证 那按以违反枪暴弹药 刀械管制条例 还有毒品违要防治条例 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 那因令选举将界 那基隆市警察局将持续的 强力查气枪毒 选举进入最后倒数 警察局强调将会持续的 强力查气枪毒 不容许不法分子 用暴力进入选举 记者黄少民 基隆报道 近来东北季风增强 海上意外不断 基隆与附近有一艘渔船 疑似跟货轮发生碰撞翻覆 总共有七个人落海 海巡署人员立刻前往救援 发现其中一名船员受伤 幸好七个人都平安获救 无独有偶 就在前一天 一艘捕慢渔船 在收鱼网时 被强浪打到基隆与触礁搁浅 因为水太浅 加上海象不佳 海巡队要五名船员 弃船漂流方式获救 海上雾茫茫一片 基隆与海域发生船难 好几个人站在翻覆的渔船上 等待救援 就在12号下午三点多 一艘渔船在基隆与西方 一海里处 疑似跟货轮发生了碰撞翻覆 船上有七个人过海等待救援 海巡署第二巡防区指挥部获报 立刻派员前往现场 有一艘基隆级渔船 在基隆与西方一海里 遭到一艘获的碰撞翻覆 船上有七个人等待救援 巡防区立即指挥基隆海巡队 及第二岸巡队基隆与安检所 前往救援 基隆海巡队立即调派 在线上巡防区赶往现场 而同样在基隆与海域 11日上午 一艘捕蛮鱼船在收网时 被枪浪打到基隆与西南方 0.2海里处 驻交搁浅 船身还进水 船上有五个人受困 海巡队获报之后前往现场 不过到场时发现 这里水深太浅 根本没有办法靠近 巡防艇抵达现场后发现 新船已经触交 船体有解体之余 巡防艇因水深不足无法靠近 经现场指挥官评估海流正往巡防艇方向流动 原请新船人员夺救生衣汽船 并借由海流飘向巡防艇 巡防艇陆续将五人顺利救齐 幸好两起海上意外 在海巡员抢救之下 人员平安上岸 送医之后没有大碍 近期受到农物影响 能见度比往来得低 船只出海前 还是要注意天气状况 记者黄少铭就报道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有人跟我告白 我拒绝他了 从那天开始 他每天出现在我附近 还会发很多奇怪的讯息 怎么办 别担心 从民国111年6月1日起 此类跟踪骚扰行为 都属于犯罪行为 被害人可提出告诉 警方也会对加害人 开出书面告诫 两年内再有跟踪骚扰行为 被害人可向法院申请保护令 违反保护令者 可处三年有期徒刑 携带凶器者 最高可处五年有期徒刑 追求心仪对象 请尊重他人意愿 杜绝跟踪骚扰行为 请打110报案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每个人都应该为了 自己的选择而负责 asicam let title 他是谁 你朋友啊 不是 applies 我只是要追求他而已 这个人骚扰我同事 我没有 来请跟我们回派速所 Delta 我们了解一下 请 可是我只是送咖啡而已 我怎么了 警察先生 我只是追求女生而已 我哪有办法了 先生 你已經涉嫌觸犯跟蹤騷擾防治法了 後續也會請家房官還有社工人員協助您 這邊是你的告誡書 警方在這邊嚴正告誡你 不得再有這些騷擾行為 喜歡一個女生 你應該更尊重她的意願 你自己應該可以做更好的選擇才對 小米小姐 你好 這裡是大安分局的防治組 目前你的案件 我們已經列入密切的關注中 如果有什麼樣的狀況 請你要特別的留意一下自身的安全 先生 前面沒人 有船 上 他就是流水 麻煩通報一下 動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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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自由 而同样也有说不的权利 尊重他人的意愿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您也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免得后悔莫及 遭受到令人不舒服的追求 更要勇敢说不 寻求帮助 我们会是您最大的后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